19题,伽玛,伽玛是衡量什么什么的东西,伽玛就是delta的变化,那个我直接用我那个课本的图,那其他随时间,随时间的话就是细打,那投资组合对那个的变化就是sigma,这题这种题目就常考了,算是很简单的。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20题,第21题的话就跟前面有关,前面第9题是一天变十天嘛,然后选择是乘上3.16,那这一边的话是一天变四天,一天变四天,所以是乘上两倍。 所以这个答案就是两百万,这一题这两题都是非常简单的。 那第21题这也是考古题,只是题目呈现的那个陈述方法有点不一样。 那第21题的话就是那个避险尾部调整,这个是属于风险管理,在2019年4月18日,他是方在这个期货选择权,他是用英文写。 不是啦,请问一下何种解释,就是trading the hedge。 所以这个那时候那个他的答案,那时候答案就是诸啦。 第一,就是期货期月比显示对于每日结算,就是更为实际的调整金额。 所以是这样子,然后是调整更为实际的调整金额。 所以今年21题的话就是标准答案就是选项A、B、C、D。 因为你能够trading the hedge的话,是只有期货期月才适合。 我上面已经有写了。 那个第一点是说,避险尾部调整最常使用于债券部位的调整。 然后因为债券会支付利息,债券部位价值就会减低。 你支付之后,尤其是如果,而且你是那个高利率的时候, 然后你就这时候,譬如说你原来可能是避险100口。 那拿到利息的话,你就是说你避险的部位可以少掉两口。 这时候就会使用trading the hedge。 trading the hedge就是期货期月避险时对于每日结算, 更为实际的调整,调整你的避险部位。 今年考题它是那个A、B、C都是写远期合约。 远期合约不适合做避险调整,因为远期合约是客制化合约, 而且它没有集中市场,可以让你调整你的部位。 那接下来看第二十二题,下列哪一项是真的? 这一题也是比较复杂啦,不过是考古题啦。 那陈述方法不一样而已。 它在2016年的时候,2016年第一次第二四题。 那这边是叫做,原来叫做欧洲美元, 现在就改成欧元美元。 那它的报价方法叫做IMM报价。 International Monetary Market的报价。 报价的话呢,欧洲美元的报价是有单一的性质。 应该要做一下那个题目,就是欧洲美元投资获利。 就是把你的价格,减掉你的那个清算的价格,然后再除以四。 因为欧洲美元它都是以三个月到期为主。 那为什么欧洲美元会比较高,就是画面上你看到的。 它那个对等于那个远期合约的负利,就是负利。 你是用单利,你的计算方法是单利的性质,所以你要比较高,因为是直线。 所以那个二十二题答案就是B,欧洲美元期货报价,然后计算出来的期货利率高于相对应的那个远期利率的报价。 那么,你会要用这个创作的,你们就拿来一张诈诺。 然后,我在这个创作的创作,我们要用这个创作的创作的创作, 然后,你在这里也进行嘍,你会用那个创作的创作。